好 点线一下我们的小星星 你好 嗯 哈喽 玉迪 没错 今天就是长腿欧巴马可的出现 那与其他的长腿欧巴稍微有点不同吧 在横店见到长腿欧巴的机会是特别的少 然后呢 马可今天就是有一场有一点像打戏 然后他今天是在那个秦王宫拍摄的 哦 秦王宫 他今天拍摄的过是什么样的一个戏呢 会有什么激情或者危险出现 或者说精彩的画面出现吗 有危险画面 但危险的不是他 然后他的造型不是像带刀侍卫那种吗 然后他其实是那个抓刺客 然后他在那一角拍摄 但是其实刺客是在他的房檐上面 然后就他在一直找嘛 然后刺客是在上面有吊威亚 有在楼上飞 然后他是很轻松的在下面侦查那种类型 这个戏的话大概有拍五六遍吧 毕竟上下的那个机位会有点不同 然后各个角度啊 就感觉飞檐走壁的那些 那些掉威亚的人比较酷 但是好像镜头没有给到 对 然后主要就是我们的长腿欧巴马马克 他在众人里边应该也会高出半个头左右 有看到 现场今天是不是超级冷啊 我看刚才他一下来立刻工作人员把他护住那个余容符了 嗯 横店的话就是温差比较大 白天可能很热 但是晚上会非常冷 然后马可应该是在横店里面会去监视器 毁看自己的话 一般明星还是不多的 之前的话有陈祥跟那个小鲜肉叫谁来着 刘浩然也会有去看的这种状态 对 这样还是值得表扬的 因为对一下演技更好一点 对 还是蛮少的 嗯 那你刚才有说就是横店的温差特别大 晚上会很冷 但他们的戏一般晚上会拍到几点 晚上这种都不一定就看拍摄的进度 有时候的话 嗯 反正突发状况比较多吧 然后就各个音质加上的话都是不太确定的 看导演吧 就真的是看导演 嗯 OK 好的 感觉真的是很辛苦啊 对 他的助理是特别的贴心 嗯 有看到这个是刚暖和一会儿又要开始重新开始拍了 对啊 然后那个 嗯 有看到那个之前有看到那个刺客在屋顶上吗 特别孤单的身影 对啊超级孤单 然后特别可怜啊 到晚上的拍这种戏 小星星你是不是想陪伴他一起去飞 好啊 对啊 我们奔向月亮 因为他真的一个人又没有助理给他穿衣服是不是 然后在上面 特别就孤独的守望着 嗯 但是我们小星星你刚才暴露了一件事 你也是单身狗 啊 为什么啊 这样就能暴露吗 没有 我一直觉得我是贵族啊 我才不是单身狗呢 你是贵族 你是贵族 你有了 单身贵族 你有了 好吧好吧 我看到他是一来一回已经拍了好多次了 对 你大概能目前现在好像看到三四遍左右吧 总共有个五六遍 就是他要一直走走走 然后他贴身那个处理 我想说贴身助理 真的超级贴心 看到现在的明星演戏的话 他是最及时的那一个 天哪 他居然可以 就是这么贴心的照顾到他 哦 那他们一般这种戏的话 一镜的话 都要拍四五遍吗 嗯 看场景吧 应该差不多是要的 因为毕竟上下两个分层 然后虽然他这个人也不多 人多的话拍 拍起来估计还要更多遍 哦 所以还真的是我们能买可以买辛苦的 这么冷 要走来走去 然后自己还要再一直调整状态 回去看看自己这一镜拍的怎么样 也是真够敬业啊 对对对 因为他的话就是 他心态应该还是蛮好的 就是然后这次拍摄 大家都没有出错 好像之前有一个料 就是说 虽然我很喜欢唐燕 但是就是说 唐燕的台词功底跟表演力都特别好嘛 他拍那个主秀魏央的时候 但是有群演 就是可能不太认真 就经常会出错嘛 然后唐燕可能就脾气不太好了 因为那个 他自己就做得很好 然后每次都是因为 那个群演什么的出错 然后耽误那个拍戏的进度 他就比较会发脾气 然后罗靖就会很哄他的那种 超级甜 看娱乐点啄小伪 字幕 李宗盛